大悠平之前其實 她好像回到台灣來以後 就常常來康熙對不對 妳為什麼要封殺她 因為她凱恩愛啦 凱恩愛就要封殺嗎 可是她可能重新見到妳 又會愛上妳啊 會嗎 不會 因為她說她那個 女朋友就是第一美女啊 那是客套話吧 是不是 你說高媛媛是第一美女 對我來說是 那第二美女是誰 她單純妳啦 妳看在高媛媛後妳 妳不是說誰 梳妮妳也不會開心 要不然妳說我好了 我會很開心 她的員工啊 我們在找員工 趙婷是 小S跟高媛媛是 高媛媛比較漂亮對不對 妳現在抽離這個男朋友的身分 妳平 以平常性來觀看的話 對對對 媛媛把我身材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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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輸在哪裏 妳看在我 我哪裡不好了 妳不是說我 是我唇太紅了嗎 沒有沒有 還這麼胖了 沒有沒有 沒有啦 嚐了啦 回來 我胸不夠大嗎 妳為什麼 妳為什麼不願意胸落 不要 不要 快抱住我 我很難過 妳要不要還會胖一下 妳 妳桌上非常漂亮 妳非常好氣質很好又時尚 高媛媛妳本人真的不好看啊 不要 不要蓋我們節目亂講 偏壞話 高媛媛好像比妳高很多 高不重要啊 女生高很 很吃虧是不是 很激勢 哇 哇 沒事沒事 沒事乖 她們一直縫視我 我不知道 我聽了我聽了 我抓的是一個別的女人的男人 妳有怎麼樣 她們不在 其實妳有很意外 到妳那時候 那麼快就 落入別人手中 我不意外 因為她條件真的很好 我只是很意外 她那麼有風格 不是 那麼有風度的就 把她的女朋友 很大方的介紹給大家 對啊 那時候什麼不隱藏 沒有 我覺得大大方方的 比較簡單吧 嗯 你是真的純心的想公開 還是真的不小心被拍到 其實是不小心被拍到 然後就順著這個 那有跟高媛媛商量說 要不要 這麼大方前任嗎 有啊 有啊 然後她也跟我想拔一樣 是 哇 你蠻老實的 上這個節目啊 對 因為 對 怎麼樣都被挖出來 所以感覺到 因為太前吃 吃過苦頭就不好吃 對 對 大身材好嗎 好 你覺得她哪裡最性感 我的天啊 我幫你想一想吧 真的嗎 對 眼睛吧 眼睛 你跟你說睫毛這樣子 就沒有那個焦點很模糊這樣 睫毛 這就是不老實 拍自心村的時候 他有去片場探望了嗎 有 其實我們就是拍自心村的時候 在一起的嗎 對 被偷拍到 對 趙薇導演應該當時 不會喜歡演員陶醉在 愛情中都沒有專心演戲吧 他們太祕密了 我也從報理廠知道 他應該不要過夜吧 他偷住在他的宿舍裡面嗎 我們不是在北京拍嗎 我們當時在南京拍嗎 不管怎樣 他都應該去住別的旅館 這是違法的耶 這是違法的耶 因為劇組沒有準備他的飯 就是你這樣浪費劇組的錢 這導演要告你是OK的 你知不知道 這就是自心村後來 超支一千多萬 趙薇自己拿出來 就是因為你太太吃飯 對 她吃多少啊 超大 不過話說回來 我超支了兩個月 真的她沒有找我收錢 我覺得這個也回來了 是 是 你超支 超拍兩個月 她沒有加收錢 對 真的 然後紫珊是你自己家的人 所以也沒有 對 紫珊還添了一點錢 所以你自己在高原 在劇那個片場談戀愛 那你如何跟紫珊對新 沒有 所以她後來就第二天 紙房都仗精疲力盡啊 就看起來 沒有辦法好好拍 哇賽 她也就來探了一次班 可是住了十幾二十天 沒有 就幾天幾天 你們兩位還沒有合作過 那個 除了搜索之外 就沒有 沒有合作過 可是一定有很多 片商想要找你們倆一起吧 對啊 但他們就是想投機嘛 藉由你們的現在這個事情 對 然後劇本又不夠好 所以就算了 因為張又婷你就這樣 甘於現狀嗎 對 很好啊 很開心 你就是 你是要定下來了嗎 對啊 你要定下來 你是說結婚了嗎 對啊 突然是 絕對是在 你才二十幾歲不是 快三十了 為什麼這次會這麼用心的 就覺得認定 因為碰到對的人啊 什麼叫對的 你是有哪一個感覺啊 比較是 搖得來吧 就合得來 對 非常合得來 所以趙薇當初選你先生 那你沒有覺得當明星之後 突然有了天下 各種美女讓你選擇 這個很好玩嗎 然後玩心很搭 不會啊 不會啊 我又不是漢臉 對 我還沒有到那種程度 但你在水管都拿到金錢 對 因為你才 你才跟她合作一部戲 你就要愛上她 那萬一接下來又 其他幾部戲有更好的 是 也不能說更好 遇到更適合的人 應該不會了 OK 沒關係 到時候我再介紹那個 有些地方 我覺得 我覺得高雲也會恨你 你這集太孤寬了 你簡直無所謂 好啦 高雲 我跟你開玩笑 好啦 高雲 我跟你開玩笑 有沒有 我祝你們幸福 乖風鮮老 好 老生 貴子 胖 胖 你知道 瘦不下來 沒有 趙又婷 進入 進入家庭相當好 進入高雲會穿了一身裙 所以你就是 真的盡快會結婚 然後結婚就要生小孩那種嗎 算了啦 都關你的事 不要再煩惱了 對啊 你有認真想過是不是 對啊... 不然他糊塗之下做了決定嗎 所以不是有人逼你或什麼的 沒有... 好 你高興就好 爸 要結婚的人了 不要再問 你要結婚嗎 趙俊已經結了 對啊 還沒驗客 是張君麗是要結婚的人 趙俊是已經結了 可是張君麗你快要穩定下來了吧 有在認識 然後很就是 在認識 他們好好問喔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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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君麗我問你 你後來找到這個還不錯的男生之後 你在心裡有沒有默默想說 趙俊 你以為你是誰啊 只有你會結婚嗎 你要找到一個好的 妳有這種 永遠嗎 就是大家朋友都一直都很祝福他 所以妳會去出席趙俊的 如果他有請客的話 會出席婚禮嗎 如果 看時間了 如果沒有工作 你覺得他會邀你嗎 我覺得 你會邀他嗎 會的意思嗎 趙俊 趙俊 你會邀他嗎 當然會啊 趙俊你會邀所有你交往過的女生嗎 對 什麼意思 我覺得他很多交往過的女生 應該不會吧 可是你會邀張君麗 當然會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很好的朋友啊 這樣你老婆OK嗎 當然啊 你有問過他嗎 你老婆知道你們倆的事 那我怎麼都不知道 因為你不是三大男高音之一嗎 趙俊 你跟高音樂人說過 你跟張君麗的事啊 反正就是 一切大家都 都知情 然後一切都不尷尬 一切都好好的 他也好好訪 怎麼辦 所以你太太是一個非常大方的人 是啊 所以你會像傳說中有一桌酒 上面擺的牌子就是 所有前任的女友 沒有...湊不到一桌 只有真心相愛過的 才需要邀請 張君麗可能要個別別一個牌子 所以在趙俊床心目中 最美的女人應該就是高媛媛了吧 這上一集不是故意嗎 因為S有點希望這集會不會改變 但我確實想 對 是 所以張君麗有比他差很多嗎 是 哇喔 這一季連我都覺得很好 我跟你講 到底 因為你已經不在... 你已經不在愛S了 所以他現在對你做出 很多絕情的事情 你有要約他去吃喜酒嗎 當然會啊 你做那一桌嗎 我本來就想這一集錄完之後 好好邀請他 你會邀我嗎 我真的會啊 你會坐在那桌子 標著一個牌子寫著 無緣的女性 擅自摸我身體的女性 對 你會去他在婚禮 去幹嘛 因為你去了 他會去了 你又要聽新郎在那邊扯 說他看來是全世界最美的女人 對啊 老看人家親一嘴 對 而且高媛媛 其實他本人好像滿漂亮的 其實滿漂亮的 你看過他本人 你也好漂亮 你更漂亮 你瞞著我們這件事 沒有啊 因為你跟張俊天的事 默默在進行耶 為什麼你跟高媛媛的事 就可以大聊特聊 然後你在當地不是要瞞著我們 我長大了 很好 長大了... 全部都屈服耶 是 瞬間沒有戰鬥意志 對 所以張軍 你一定有一絲的不甘心啊 想說 為什麼當時我們要偷偷摸摸 可是他現在卻 沒有沒有 我也長大了 不過你剛剛也看了 看來張軍命運轉場 光理性和同學腔調啊 就是說很OK啊 當然希望自己朋友好啊 就是這種應酬化 真的 是真的 是嗎 所以你沒有跟你的現任男友 拿出高媛媛跟你的照片比對 然後叫你現任男友說 哪一個比較漂亮 你為什麼要給他看別人 女生的照片 是不是 是 很好問 我跟妳講 對 漏洞版 如果你不太小心看到高媛媛的照片 然後說 其實你明信還滿正的 你會怎麼樣 你就問你說什麼 已經沒有辦法接受訊息 你會不會有一點點希望 那個趙又婷跟高媛媛的婚禮 然後他們這樣走進來 高媛媛穿著很美的長衩 然後走... 然後就不小心半島 就翻了一個滾 那個公開 什麼歡心的 你們 你會有這樣希望嗎 當然不會啊 沒有辦法 但是我幫妳拍啊 好想喔 等一下要結婚了 你們兩個就別這樣已經結了 你結了這也算講得沒關係 後悔來不及 所以反正她剛剛... 她說她太太都知道這些事啊 所以感情史是全部都跟太太交代嗎 基本上是吧 是她要求還是說你自己要講 我本來就... 你也知道我上次節目就是這樣 坦荡荡嘛 我兒子Man 基本上 你是三大難告一 好趣喔 那你這一次又跟她演情侶 需要跟你老婆報備嗎 我可以稍微宣傳一下我一點 當然...